这就是一万三千个就是买过最多的顾客了吧 差不多了 你再没有超过这个一万三千个吧 一般的是几百个 七八百啊 一千多的 这种的很多是吧 嗯 它这个能放多天换不了 把这些半个月 就是常温一下是吧 常温 那天一星期 天热了不行啊 九十千是怎么办呢 一块钱一够 好 一块钱 一块一够 师傅这啥街道呀 啥街道 建国路 那这带这万的话 这里没得了 哪个不法 那带鞋 我这一千 没事都照着了 嗯 嗯 好吃 嗯 吃了多年了 是啊 他们这个 差不多十几年了 你一直在这买是吗 嗯 买几千个啊 先顶一千个 我们要检查就是开它 嗯 好 超 好 嗯 走穴 走穴 好多人 早早 走穴 你看到这里 看见 他这里看着 嗯 嗯 都要 אן 这样 好 嗯 刚刚 好 不是说那个 这个是人的 那些人不带也别高 还有多少 我给他养啥 你养什么 你养什么养好多 里边包这么多核桃吗 全是核桃是吗 全是核桃 你还带过土地吗 带了40多个土地吧 你咋带那么多土地 就是谁找你想学你都教是吗 啊 这本地人找你你也教吗 也教 你不怕抢你生意啊 在天地下方都大家吃到 谁都吃不饱 没事 全是核桃的奶 这个店位置偏平 大部分是回头看 这是老城区这边的吧 老城区 太偏平 这个这样团是让他那个调料都裹的均匀一点是吧 要把料包到里面嘛 好脆哈 大哥您做这个有多年了 有将近20年了 就一直在这开店吗 嗯 没换过地方是吧 没有 你们这平时就是给外地寄不寄啊 可以发饭店 可以啊 平时寄的多不多 多耶 每天都有 就在汉中这个卖核桃膜的多不多 多耶 几百家 几百家 这一两千多吧 两千个 你几个人做啊 两个人 也是三个人 核桃人嘛 核桃酱 核桃膜 所以它 酱也是核桃酱是吧 嗯 不是芝麻酱啊 不是 我们这个不放芝麻酱 这个是否特别难学啊 好学 这个好学 这一个是卖多钱 一个是一块钱 哦 一个是一块钱 嗯 那放这么多核桃 跟核桃酱 是不是利润就很薄了 这个薄的多小嘛 那一般都是当早点 早钱吧 就是汉中人都当早点吃啊 早快 他买几个喝一点开水 我看一下生意好吧 我就来学 一块儿 我去 我们以前两个人做忙的很烤 一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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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盏 它是天天都来的这种吧 早上来的 早上来的 早上来取过一次了 这种鱼钉就是大批量的 顾客多不多 每天早上我都要给他做 500个鱼钉过的 美女你带回西安吗 是啊 您是汉中人还是 没有没有 我是西安人 我每次过来他家都要买这个 要不然就让他们给我带 你是来这玩呢是吧 是的 挺好的挺好的 我今晚给客人带着带这个 有亲戚朋友我做的 好 你给亲戚朋友带是带他家的 带他一会儿 多少年都给他们这 一块钱一个还送一个 不是 这是猴子一块钱 经常买我的鱼钉 好点肉 好不客气 来 炒一下 我炒一下 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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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这个纸还烤焦了是吗 这就是包电信那种纸是吧 白纸 喝个磨 好 十个一爪 好 我等下来 预备吧 等个小时 我们签个磨比较好吃是吧 对 还是这种手工的 买的多是不是必须得定吧 要不定就弄不出来 一般多少个以上就定了 20个以上 得给打电话预定一下 这个是一块钱的核桃膜 来汉中必须要尝一下当地的核桃膜 因为这个核桃膜全国就汉中有 汉中就缅线做的最正宗 这家老板呢 他自己不是缅线人 但是他这个手艺是在缅线学的 这个核桃膜是一块钱这个价位真的震惊到我了 因为上边 看上边这一层全是核桃膜 然后这边上里边呢也全部都是核桃膜 就是核桃膜特别的多 在干果这么贵的情况下 还能卖到这么便宜 这个量真的是给它 就是核桃膜的这个量真的是给它特别的足 价位是特别的实在 可以看一下后边 因为里边也全部都是 我现在不敢掰 一掰它这不停的往下掉 这样大家看一下吧 这个是刚烤出来的很松软很焦 我以前吃过核桃膜 但其他家的都是加了芝麻酱和花生酱的 他家没有 他家那个酱是花生酱 是核桃酱 然后里边加的全部是核桃仁 这家呢这个价位真的是 刚问了一下哈 就是这一块钱这个价位都卖了十一二年 没有涨过价 他家就是刚才在拍摄的过程中也看到了 老板不停的在接电话 一会预定五百个 一会二百个 一会一百个 就是预定的很多 他说每天至少呢要做预定的五百个 然后刚好碰到那个大客户 一万多个那个客户 坐了一大堆在那儿放着 还没有带走 要带到杭州去的 说是从开始开店到现在为止 就是预定过最多的一个客户 这个核桃毛首先吃到嘴巴里边哈 特别的酥 咸香味适中 就是咸味很适中 我不喜欢吃核桃 因为核桃仁呢是发苦的 但在这个里边他一烤那个核桃的油冒出来很香 有核桃的香味 就是每一口都可以吃到核桃仁 这个磨简是不能动 一顿他又刷刷刷的往下掉 那种核桃仁感觉特可惜特心疼那种 这个核桃磨呢在当地是一个早点 反正就是每一口哈都可以吃到核桃仁很香 这个价钱呢也特别的实惠 因为我这个是刚出炉的可能特别的酥 大家买回家以后记得加热一下 再吃的话可能口感会更好点 如果来汉中呢不妨多往主城里边走走 走到这种老街道上 吃到就是当地最正宗最正宗的核桃磨 这个是我吃完核桃磨以后地上掉的核桃仁 感觉好可惜啊好多 好多